我開太重貨 令到我可能打壓當中的波動市走不遲 就變成現在我開得不夠貨 如果在這個隔壁裡 美股繼續向好 繼而香港紅盤高開 繼而繼續抽高 怎麼辦 我不夠貨 所以有些投資者就不要說加貨 起碼令到最後一兩月 沽貨意欲減少了 這是其中一個因素 但怎樣都好 看到市況是好的話 大家都是開心的 我不說這麼多大事了 另外要提提大家 因為在這幾天 前前後幾天 大家應該在iMoney也好 或者其他平台 都會看到我講很多利是股 有1 2 3 4 5 6 7 隻 我想提多一點東西這個時間 因為新年時節很多片都是預先拍定的 所以當中要有時間的落差 所以大家要記住我講哪一隻股份 還要參考當中的買入價 以及根據市況 做一些調節 例如最近 可能在星期六的時間 在某平台看到我推這個MOMO 但其實我之前已經說過了 因為那段片是兩個星期前拍的 那時MOMO還有26元 但我推完之後 即我介紹之後 就升到最高33個多 又下回到32元左右 所以你聽到我講賣入價 就覺得 哇 差天共地 因為當時是做了26元 所以要參考這個時間差距 無論如何有東西不明白 就在我們這個節目內要再問 直接答問題 今天很多問題 我們要盡快回答 希望新年MASA教導我 欠錢就要還 有些東西就不要積掉到明年 所以我們今天清理所有問題 就不要帶著遺憾 這個788 788 就肯定是遺憾的 我不想跟他說話 但除了這些 其他我們就不要帶去下一年 6993 25月亮 沒有特別 我還是覺得他炒不起 當然 第一 我重申一次 他真的不是便宜的 當然你要用龍夫山泉 是特別貴 但龍夫山泉是特別貴的 你很難用一個額外的例子 去說他特別便宜 你用他的角度去看其他公司 南越來不是便宜 也都引證到我們說一件事 在他上市的時間 我說因為見到秋飛 只是看星亮城 哇 被人拿到 搞得臨頭畫梅的博士 窗淡 結果你說你看到現在為止是對的 是不是 所以不是情感作悉 是基本因素主導 我只能夠說 他其實不是便宜 如果你說有一天炒到飛沙朵 炒回他 可能有機會出現 大概我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能買的話 第一 你一定有一個中線部署 技術上的話 我還給你 我都真的要 落到 大概是14.8左右 你很想賣南越量 不買睡不著 你可以在14.8這些位置去買 但是他何時升 我就不知道 行不行 這個說清楚 接著1763 我不懂 大家知道我其實很少股票 但我很坦白 我不懂 我就告訴你 因為對大家公平 如果我其實不懂 又扮得很懂 其實就是老短 始終是錢 容易輸 我不懂 你就不要聽我說這個股份 你聽其他專家說 我認識那些 你聽我說 不要聽其他人說 是不是 很簡單 1763 1963 中國同方 中國同方肯定是 我沒有介紹過 但是另外 我知道哪個平台介紹過 簡單來說 你31.8買 那是多少錢 第一件事 我也是這樣說的 不同地方 有少林寺 有武當 我們這裡是煉肉類建法 永遠不高追 我情願賺不到 但是我不要輸錢 所以 31.8買 是貴的 但是 近來的勢頭 這幾天的勢頭是OK 不過 似30 我不是看35元 我是看33元左右 已經有 你收購就OK 我暫時看33至35元左右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這是中國同福 有福同鄉 有難就我嗎 700 700 什麼根據 他不斷被人告 出了反動戰法之後 間間都借別意的 不是我告你 你告我 因為很簡單 你出了一個法規 那麼多大型公司 還有那麼多範疇 那麼多省份 那麼多員工 怎會沒有一些地方 可能是灰色地帶踩大的 我當然是告他 或者在他告我之前 我先告他 所以出了這個東西 短線一定會出現這個情況 好過美國 美國巴南訴訟更高 好 回到來 今天升三英多 都是夾著那位 700 700 等一下 不適合 旁邊那個 717.5 我都說過是有些要挑戰哪個位 但你這些位置 現在才賣 可能我看遲的 你現在才賣 765.5 就問一些 我也是那句 如果你問我ATM排的話 我會排在京東 我排在京東 然後我會排騰訊 我真的不知道有何時升 所以我就不擺 1801 這些是好東西來的 最近也有朋友說 你這個1801不動的 最近 大哥 我們是說12月中的時間 是說了55元買 現在正在做97.4 他曾經最低51元 用了兩個月的時間 升了一倍 去到107元 也要休息一下 其實他最近不是不動 只不過是升完之後 要休息一下 在消息層面 也跟大家提過 他的答答書 已經有第二個適應症 是獲批的 那你擔心甚麼呢 我不擔心 在講座裏面也說了 是甚麼價位買 那我就不回覆了 好 順達 我不擔心 暫時 當然所有東西會變 9926 考熟 是看科 9926 對了 今天雷德 我想我會多些 現在做57.4 我的目標63.5 你起碼到最盡最盡最盡 你身份有個勇志 都55元才好想 都起碼10% 這些股份 你看康熙樂就知道 我經常都講過例子 可以一天跌80和100元 那這些類型的股份 你沒有上升幅的預期 那你就不值得去冒 它有機會跌一兩成 所以這是直播 當然賭錢就不是不同投資 但是賭博 你也有四成多機會贏 普通的都一賠一 如果賭博上面的空間和下面的空間 一賠一都沒有 你的勝算又少過一半 那不如去賭錢 當然賭錢就輸了 那股票可以跌10% 20%賺錢 但是概念差不多 57.4 今早只有56.2 不想著 不如大家一起 大家不要說祈禱 大家求神 康芳 康芳 跌多些 康芳 康芳 跌多些 希望大家還沒買 因為買早些就行了 資源60元 所以我們一起跳這個球耳舞 好 一百百百 林鄭新來了 挺輕鬆的 炒股票 投資金不用苦瓜葛 但一邊吸納知識 一邊開心心 還不錯 而且這也是性格問題 我本身比較跳絕 很難除了一條聲綁著我 否則我還是要動來動去 好 張國榮 1888 健通即陳版和健通化工 郭主席 是Exactly的寫法都一樣 叫張國榮 所以大家不用怕 12.72 高位 嘩 帥哥 等一下 10天高而已 好 所以12.72買入 繼續開 業務上OK 走勢上OK 只不過看看你會不會挨近 因為前高位是13.82 其實是破破的 所以拿著 不用怕 388 388買不到 沒辦法 你知道我性格的 現在做530元 又怎可能買到 還有最近又換上CEO CEO的中文銀行叫甚麼 直譯其實叫A股星 但不知為何是歐冠星 避開了這個名字 明明我們不是踢足球 又不是歐冠 歐超 為何會是歐冠星 不知為何會是歐冠星 好 無論如何 要下去就是 我不說了 因為太低了 現在動不了 我們幫你跟進 我現在覺得漂亮的位置 好了 好了 真的是這樣 新年 你很想買的話 我其實真的覺得高 但我覺得它不像會大跌 500元以下分鑽 但這個我純粹看圖 告訴你第一個支持在這個位置 1798 繼續 the next number is 1798 1798 嘩 大唐新能源 很久沒人問 蘭大星 嘩 我看 你買了沒有 你還沒買 我也未必建議你買 除非你下去 過六 過七 因為其實如果你真的想買這隻的話 在1月29日是買到的 這下下來的時間都下得急 但回到 其實1月14日的位 即是一個大尖頂下來 這個我受得住 其實是駁得過的 但我沒有特別消息看好它 這個1798 大唐新能源 很久沒人問過 305 305就肯定不買 因為很簡單 我去教書 我去講座 我去拿它做一個反面教材 就是 你想得多好的題材也好 你高位買就濕濕了 因為它其實是5毛錢 升上4元 你知道每個價格是有賣有售的 做得一個價格4元 即是真的有人在4元買 但現在是在做2.28 他說不是啊 變動車 12月1月它最能買 你會想想 它說5毛錢升上4元 是反映了或是超越反映這個因素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不要說我保守 保守有保守的好處 我們見證這個風浪 你升市的時間 這麼多古神 周界都是屋邨的古神 你去喝茶都是古神 但經過浪 好像古神所說的 朝退 你才知道誰沒有穿底褲 不是沒有穿底褲 問題是怎樣呢 既然我不知道它為什麼這麼差 我沒有來沽走它 但當然你從另一個角度說 你不知道什麼原因 但它都不實行 是否應該以保守為原則沽走它 但是是有道理 但是16個多我真的不想沽走它 我最近這一兩星期 都沒有什麼人買 那就先拿著吧 好不要先拿著 這個我們再想一想 我都是失望的 我們承認 繼續 好 希望大家問一下我不失望的東西 2369 2369 好 號派 哇 今天多人買的東西是特別的 很簡單 大家看完圖都知道我怎麼回答 不想 你還沒買的 你還沒買就不想 升了就不想的 很簡單 接著 好 1313 華盧水泥 不是 升市你這麼保守的 升市你國際流 當跌市 紅市的時間 你會覺得 我這個肥仔 都真的不錯 是一個心靈的partner 希望你贏錢 1313 華盧水泥 11.7 11.7 賣得 當然用倒後鏡去看 賣得貴的 拿著 拿著 但水泥股搞不定 我都沒有推薦水泥股 我都沒有推薦水泥股 是介紹過一次半次而已 1475日清 我整天吃的 你買入價呢 你沒說買入價 拿著吧 最差的情況 也不是最差 也升了上去 回落下來 我覺得之前雙底 6.2就有點抵賣了 它刷得高了 但回落得這麼深 我覺得7元哪位呢 我覺得不擔心 如果你問我 我有很多錢 其他股票也買光了 我喜歡它 其實7元以下我都會想 所以現在就是7元以下 我怎麼會叫你沽 這是什麼東西 我自己抄錯 大家都知道我的字 是比中醫師更加厲害 還有那些驅鬼辟邪的殭屍 那些道士一樣 道士 我自己也看不明白 100 這隻我還沒研究 我記得的 我有兩隻研究 一隻是中國客 另一隻是那個死 忘記了 9995 對了 我要說9995 聽到的人有福了 好 重要時刻 在講座裏面 有朋友問了9995 榮昌 可能我會記錯了 我就答應了我會研究 我講得出了得到 我昨晚教完書 已經是8點半 回到家是10點 吃完東西是10點半 我都不會睡覺 去看電視 就是看這隻榮昌邊 好 看看今天升哪 歷史高位 可能我遲了回答你 昨天升了20元 太誇張了 我只能夠說的是 他做些甚麼 他都是做藥品的 主要是做一些免疫失調 即是紅瘡狼斑症那些 另外是腫瘤 還有眼科 三樣東西 他現在有兩隻產品 第一隻是RC18 跟RC48 跟一般中國創新藥的製造商有些不同 他就做一些首創創新藥的 即是分子結構是真的新的 而我們有些譬如是仿製創新藥 就是說在他的分子結構裏面改少許 可能藥效差不多便宜一點 當中的一些概念 譬如是 Fe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Me too Me better 他RC18是first class 不是坐飛機那些 代表是同類藥品裏面的第一隻 另外一個特點 你看到我們大部份講的藥品公司 都是打中國的 他是打長球的 你看到那些藥 RC18、RC48 除了在中國拿批准之外 亦都在美國FDA拿批准 所以他是有他的特別之處 再加上上市之後 這兩隻藥 是不斷地在研發上有好消息 又拿到一些批准 股價應該是三倍裏面 由他上市升了三倍 所以原來我也漏了 這就是為何我們特意搞一次seminar 是講生物科技 這些股份太特別了 而是最有潛力的 所以為何我們要這麼重視 叫大家一定要研究 除非你不想賺錢 我不賺錢買股票是想輸的 那你不要看了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這個範疇應該要加多些 當然 在講座裏面有提過 大家反應好 四月我們應該會說 不要說四月 第二季 如果市況正確 我們會說沙士股 又令到大家知多一條 黃金賽道 那個賽道發展得快的話 那個管理層 只要不是太過seminar的話 都已經可以賺大錢了 我們買這些股票就容易賺錢了 好 回來了 但問題就是可能遲了 遲了兩天了 那這些價位來說 我就覺得要等的了 要不就等其他藥品有新消息 要不就看到藥品 出到市場之後有很大的收益 那我才會再賣它 但是 明昌生物9995 已經正式成為 我給給生物科技 古一男主 看到實的股份之一 我會幫大家 所以幫大家看實的 起碼知道它做些甚麼 RC18 RC48 康科的就是AK104 AK105 不是AK47 好 繼續 2333 他一月份賣車賣得七成 當然我也透露過 一月份的車的銷售一定可以 但平均是三成 他賣到七成 真的很難搞 所以打了底 現在24元 哪是低位 上面看著 都是看著三元左右 三元也有點問 可能先看二十八元左右 所以有機會在橫行 咬著郭帥 咬著高台 咬著高台 接著又再升 但現在 他也要停一會 所以我自己覺得 按下哪位二十四元多才考慮 現在還有二十六號半 不考慮 不應該開 警察的名字 你盯著大家沒聽過 哈哈 好 繼續 3311 中國建築 大家問中國建築 不是問中國建財 我今次在Facebook 叫中國建財 股份都是吵架 沒有你幫到他 沒有吹發劑 沒有國策 只要會繼續 不要建了其他 跟大市行 大市升的話 它會升少少 但暫時未見到吹發劑 你沒有貨就不要買這些東西 搞不定 真的要小心 好 繼續下一個 3319 有兩位朋友問的 最少兩位朋友問 34有貨 36元有貨 兩個假都關我的時間 我承認的 3319 好 雅生戶 哎呀 33.4元 不要緊 先拿著 我正在看 當然 都是說兩三元 而大市剩下新經濟股 它是有點落後的 但盈利增足的因素 國策的配合 這些東西就不是很大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 繼續爭取 這次我要打個星 我要看實 用我講的 好 繼續 1530 1530 三森製藥 三森製藥有點麻煩 我覺得你要是看食藥 中日生物製藥 大落後一點 要是看邊際古生物科技 中間落盟 心心致藥就一般 好 我要快點 2342 唉 頭痛 5G概念的東西是沒有值得的 才有我和我絕交的 現在還有2.3.5 你三個一買 明顯地 2.2.5打底 當然不沽給他 2.3先拿著 但短時間可不可以上3.1 難了 2.6 2.7.5已經有阻力了 但上去 這麼多蟹貨 你邊升邊沽 就一定是波動的 7.8.8 不跟他講話 過4才問我 好 992 九九二走報 在另一個平台也講了 我教大家一點 聯想是做什麼呢 第一手機 第二是電腦 第三是數據中心 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市場上 有些行業的機構 是會預早公佈給大家 全球手機出貨量 全球電腦銷售量是多少 這個數據 其實總過幾月已經出了 第四個是好賣得的 所以預視著聯想 在相關業務裏面 在財務部份第三季 是一堆量 所以這個業績 其實未至於完全令人意外 所以之前也升了一堆 你沒有說買不買 但現在暫時計算 10元附近 又可能有些頂一頂 可能要休息 但聯想 就可以 亂想一點點 以前是不能亂想的 現在可以看一點點 但這個價錢就不買了 250 250買不就好貴 有貴買東西就我罵人了 也有錢賺 不過你問我的 50元真的不是便宜 現價上來說 上面還要60元 但那個位置也不太好 希望能守得住50元 守得住50元 打開底下 就走50至60元 50元買OK 在這個區間的低端 都OK 暫時持有 你有3.8 賺還未達10% 2013 2013 這些一定要用一招 就是放風箏 就是放風箏 打了2014 2013 好 接著10日高 26.6 我們是12元買的 這樣用一倍了 當然了 他今天破破的位置 又破不回 高位做了27.5 收入26.6 前高位在26.8 所以今天收市是重要的 你可以看到最壞的是新年 你看看今天和明天 如果守不住26.7 在以下的話 你可以考慮先沽貨 宋利已經賺了一倍 先沽貨 輕倉過新年 但那不是 真的咬得住26.7 這樣也會再上 那我就跟他死過了 那我拿著 當然 你中間垃圾的話 哎呀我有幾手 我先沽一半 你沽了一半 你如下那一半 因為升了七成 其實已經沒什麼成本了 你拿著那半 就很輕鬆了 好繼續 6060 中間來的 好 6060 你買了沒有 如果未買就要等 我想是之前的炒作完結 連乾媽入股也都炒了 好繼續 利是股 剛才一開始解釋了 你聽一半好了 有很多的原因 另外1772沒什麼 comment 因為牽涉到股轉債這些東西 我很難在這裏跟大家講解 我上網找一些相關文章 你上網找一些相關文章去理解一下 或者我上網在相關文章 我在Facebook貼出來 你讀一下好過了 這裏就不花太多時間去解釋了 808.3 讚過了 讚過了有什麼問題 又升了一些 今天就 你要問我買 我也要下3元才買 美國一邊過 這件事 好2669 636我就沒話說了 我一邊跟得不足 順風去收購他 這個我之前不知道 一定是歷史高 升到傻 因為收購 所以 如果你之前有貨就開心 這已經不是業績業務的問題 業績業務是看2130的 這是說被收購的問題 這些本身有貨一定最開心 就是收購私有化這些 就是一個很好的聖誕 新年禮物 但這些是可以頗求的 你竟然知道哪一間會被收購 又不見了 順風收購我的230 可能要花10元 真的不知道 沒有辦法 好 再回答兩題就算了 看回Facebook 先看回Facebook 我抄了第一隻 我抄了第一隻 《營明生物》 這隻有聽SAMILA都知道 好東西來的 CXO的絕對黃嘴 但是呢 他真的不給別人買 那臭鬼 但是我都要 我都要維持SAMILA 沒理由SAMILA說 跟今天不一樣 差兩天 100至105元 沒辦法了 好 最後一題 因為還有其他人要說 1919 中央海鴻 都是落回7元 這個要看中線的 中線的 這個要經濟OK 才有機會再有炒作 所以這個要看中線 你不要想著 今天買明天就爆禍 今天買 最後是爆禍 不是 現在還在炒新經濟股 好了 我想說什麼 想說二百四五 二百一二 你會聽到 在一些平台的例子股中 我會說ETF 因為主要原因來說 我覺得大家不熟悉這些東西 我想給大家知道 譬如以二百一二為計 它是買全世界最大 那三十隻中資 在中國的互聯網股票 當中你熟悉的 包括騰訊和美團 而戰比是多的 但除此之外 它也有拼多多 百度 變成純粹 在香港上市的一些方位股之外 它連美股和A股都有 大概是 A股比較少 港股和美股大概差不多比重 這件事就是 你看看這個行業的話 我又不想選個別公司 我選美團好 肥仔很貴 我選騰訊好 最近又好像被人告 那不要煩了 你用這個行業的主導 二打一二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 分散投資的作用 另外 二百四五 我沒有記錯電動車 我爸爸 香港保力加通路之父 都經常說電動車 怎麼買這個給阿迪 你可以考慮 這是二百四五 我想起碼沒有倒轉 倒轉了一點倒轉了 總之一隻就是三星龍網 一隻就是Google X的電動車 它有整個生產鏈 電動車也有 電池也有 原材料 原物料也有 所以這是一站式把握整個行業 所以我覺得 這些來大家可以留意多一點 好了 先給大家買入價 那一定不是現價的 大家知道我性價 二百一二 這真是很厲害 如果有看過Facebook 我差不多每天都在說它 破新高 破新高 它不煩 它不煩 我也煩 但它真的贏了新高 真的很煩 今天又刪了6% 27.66 你說它悶嗎 絕對不悶 我們在說1月4日的時間 是22元而已 一個月就爆了20% 所以升得這麼厲害 我怎會不保守 25元以下都要 都要25元以下 我才分斷思考 另外就是245 245 就是中國電車 你叫做中國電動車 好 說多次中國電車 不是我們平時搭的丁丁 是中國電動車 現在呢 哎呀 幸運而已 這隻呢 我覺得 133至130元 不要 進去一點 新年流流 哈哈 135 好 全你了 135 可以想了 好嗎 希望呢 除了我們說的股票之外 亦都是有些ETF 大家相信我 就算你不炒未估 剛才未估到 香港ETF越來越多元化 有機會 譬如我們說南方東英那些 反向 你當市升的時候就開心 但跌的時間 你一定要懂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將來也會說多一點ETF 212 245 大家記得了 另外還有 9995 加和 好 開始的時間 原來沒有聲音 再一次恭祝大家 新年快樂 出入平安 橫行 今天港股票 全部都沒有拿著 希望大家新年時間在街上見到我 我還會派利是給你 拜拜